哈喽我是李 哈喽我是李 我们是阿米安杜利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现象 就是日文的 甲面夫妻 甲面夫妻 在日文这个字也是行之有年 就蛮多人都会直接说 我们是甲面夫妻 或什么的 所以呢就是我查了一下 然后发现最新呢 最新的调查显示 全国已婚男女中 有20%的人 认为自己的婚姻是甲面婚姻 但一定有超过20%我觉得 但我觉得20%已经很多了 这个调查就是 不论哪一个年龄层 都是有20%的人 自己觉得自己是 名存实亡的婚姻 他还有问就是你的收入 这个我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200万到800万的 世代生活就是所谓的 夫妻合起来的 是大约10% 就是跟平均一样 然后到800到2000万 就是小康家庭真的 每个人就我跟你都700啊 或是1000加700就差不多 差不多是2000 对不对 就是还蛮小康的的话 他就会降到10% 嗯 可是如果你的夫妻的收入加起来是2000万 居然变成了60% 你也有钱就一个假面 这也还算是蛮有道理的 你懂啊 可能穷穷的时候 大家就是可能有一些 夫妻之间相处不愉快 造成的现象 对不对吗 但如果小康的话 你会比较有一点 经济有猶豫 然后有互相扶持的感觉 两个人 要两个人在一起 才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生活的时候 好像也比较 会想要去忍耐对方 可是如果两个人加起来超过2000的时候呢 就是 管我啊 那种感觉 因为2000很有可能是女生也有 对也有在工作 对那这样的话 女生可能就会更加难以忍受男生 不然就是如果真的是那种很有钱的话 可能就是那种 嫁入豪门的那种感觉 好像也很容易假面 嫁入豪门好容易假面 而且又不太容易离婚 不是吗 你要为了 说走就走 对啊 比如说你是议员的妻子的话 你可能 她那个有地盘 她要怎么跟选民讲什么的 哇 好可怕 太可怕了 有一个另外的调查是说 日本女生之中有认为自己的配偶 不是自己的家人的 她甚至觉得她根本跟她无关 她觉得她不是她的家里的人 没有关系的人住在一起 对那个 还有12% 这个很夸张 因为假面夫妇有些人是 她只维持她最表面的东西 但她觉得那算是家人的一部分 但是有些人就是觉得 根本就不是家人 就是这样一个很神奇的 但是不离婚 对没错 你要成为假面夫妻 要满足几项定义哦 我们台湾的夫妇的话 可能就是感情好 就是感情不好 然后一直出家 或者是正在离婚什么的 就没有那种 上不下 对 但是所谓的日文假面夫妇 就跟字面上一样 你要带着假面生活 她的意思是说 你们身心都已经没有夫妻的关系了 可是你还是要维持 在外面面前 你是要维持夫妇的种 对啊 就可能比如说很简单的学校啊 那种一起考学校的时候啊 居住或上岗 啊对对对 校外教学的时候啊 参观教学 运动会 运动会 对运动 所以呢 旁人是不会得知的 对彼此毫无兴趣 这个很重要 因为毫无兴趣很厉害 因为你多少还是会就是 可是就是假面夫妻啊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做得很撤 对对对 不是 因为你想想看哦 他也不是吵架了 他们就是没有话 对 他就是觉得这个人是陌生人 不会彼此交谈 当然也不会有身体接触 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会对话 就是家里是一片四肢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各自会跟小孩讲 对对对 但是东西两个人不会讲 对对对 好像他们全部是代办事上 对对对 例行公事 可能妈妈跟爸爸说就是 啊那个 几月几号有运动会哦 然后他就说好 对 或者说你去帮我买个什么东西回来自美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也是这样 他就说 他老婆只会传讯给他的时候 只有说 你什么时候接小孩 你要买什么东西回来 那在家里不讲话 这样就不讲话 哇 各过各的生活 就是没有夫妻的 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他可能周末老公就去打球啊 或是晚上老公有病床 那老婆就是有他自己的生活圈啊 妈妈的朋友啊什么 但是他们完全不会有任何交集 不会有一起的社交生活 就是完全过着各自轨道的人生 这样子 只是同在屋檐下 对 就是会敬夫妻的义务 这里不是做爱哦 而且原来他们是不会有做爱的 当然不会啊 你不会跟一个完全没有兴趣 然后也 脸都不想讲话的人 还要做爱太累了吧 所以 基本上他们会做所谓的义务 就是老公还是会 赚钱 就是把钱给老婆 然后老婆还是会做家事主 饭带小孩 他是一个 就是你可以找两个演员 来做这件事情都是一样的 搞不好演员还会 因此而擦出火花 这两个人就是一个 完全没有火花的状态 这就是假面夫妻的特质 好可怕 他们是真的很彻底 那时候跟前夫不是 一直不停地回了两家 老婆他老家嘛 然后年假也都在那边过的时候 公共真的不出现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评测表 周末各国各人 骂这事 当然的 但我其实觉得周末各国各的这件事情 蛮多正常夫妻的这样子 对啊 真的日本人不是黏在一起的那种 我当然会像 对 对 而且因为其实他们也问我说 为什么台湾人就是去那里 都要带着一起去 我也这样觉得 因为就是像什么同学会啊 好像也都会一起带 那不会 你知道日本人 我们如果用一个日本人的思维去思维 他就会觉得 嫌那我没想到 对啊 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会 都会遇到一些 对 不好的事情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就是想要尽力回避 会遇到不好的事情的记忆 所以最好最好就是都没有人跟你讲话 然后蛮无聊的 那这样算最好 但如果就是被你知道 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然后回答一些奇怪的问题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可能说了 我在哪个业绩工作 他说啊那个谁是谁老公 还是这样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觉得 嗯 哦 对 所以各不各的我觉得其实还好 对 话题限于小孩 嗯 话题限于小孩就是 但话题限于小孩可能在台湾的情侣也蛮多的 没有耶 没有吗 我觉得我的 我的朋友们 因为有时候会讲他们一些夫妻生活的事情嘛 然后他们都会认真吵架耶 哦对 而且都是在内心 都往心里去那种 已经不是小孩了 是两个人的内心世界 就吵架 这个交流深度好深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就吵不起来 嗯 他就是呈现一个每天回避我的 哦对 他就是点心 他就是点心回避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无法吵起来 啊有一年以上没有心关系 嗨 再来就是 自己或对方曾经有或正在婚外心 嗯 这个就是一个蛮大的指标 还有 虽然没婚外心 可是喜欢上其他人 再来就是老公只给先老婆只做 暂时只做义务 还有最后一个是在人前会装作一切正常 这个真的是很日常 台湾如果有的话 伴助跟我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难想象 台湾顶多就是嫁入好无暖可能有 好 然后大家会想说为什么 为什么会成为假面夫妻呢 嗯 就是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会这样 主要老公方面是是说 无性 无性的关系 嗯 然后 自己说的话 被抓包嘛 他就是他的外遇被发现 然后很多就是 想法不同 无法信赖彼此 价值观不够 一讲话就吵架 讲话就吵架 然后老婆方面只是说 嗯 无性生活 不倫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思考方式 好 反正基本上就是 没做爱又外遇 个性不合 话不投机 万句多 那干嘛结婚啊 诶 可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 最近日本很流行那种 实路型的漫画 然后他是写说 就是我是一个假面夫妻的老婆 然后我们一年以上都没有讲话了 今天我的老公问我说 就是他有事情要跟我讲 然后我就觉得很担心 因为我想说我们是不是要离婚了 然后他就在传述说 为什么他会变两位夫妻 他们本来就是普通的夫妻嘛 老公可能工作太忙啊 都没有时间照顾他的心思 他就觉得很委屈 结果他们有一次就真的发生 非常严重的口角 但他就是想要碰他 碰出他老公 所以他老公居然大吼说 不要碰我 我不想要我 讨厌人碰我 嗯 这样 然后就整个受伤 然后再结合他之前想要 跟他老公沟通一切事情 他就觉得 哦错了 我老公就是不爱我了 然后他从此以后就在 信用我老公不爱我的那个思维 然后结果也没有想要跟老公讲话 你知道他老公不爱他了 他可以问他有什么不爱他 他就是一直限入一个 反正我老公最近不爱我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不行了 但他也没有要干嘛 然后他就是 只是做最基本的事情 然后他们两个就 骗成了假面夫妻 对不对 然后直到一年后 老公说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他想说 啊那是不是 终于要被离婚 他也没有想要自己离婚 然后结果 他老公就回来 然后他就说 我有事情想问你 然后他就说好 然后他就说 你为什么这一年都不跟我讲话 spikes 音乐 有什么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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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